好,在第二位线上邀请到的专家是师大的东亚学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晚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范教授,首先要跟你请教,在今天的辩论会上面 8月大陆围台军演,有飞弹飞跃台湾上空,却没有发布警报的事情 今天再度被提起,那么这次陈时中在打抗中保台牌 您估计对选民还会有所成效吗? 当然台北市是中华民国首都 在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 他对于外交或者两岸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想陈时中特别也提到了 有关于两岸的一些威胁的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他有影响 但是相对影响是比较有限 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偏重的是市政的议题 当然对于双城论坛来讲 陈时中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那蒋望安跟黄珊珊都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我觉得会有影响 但主要是巩固基本盘 就是说可以看出就是陈时中是刻意的 把这个抗中保台牌讲得很清楚 他也讲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称叫中华民国 是取到一个类似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的说法 那这种说法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 也希望谢时能够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来讲 蒋望安是有做充足的准备 我认为因为他知道大家会问他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这次其他问题我看起来是有时候比较犹豫 有时候甚至会看稿子念 但是他在两个时间点他是非常的慷慨激昂 坑枪有力还有动作 就是第一个他在进行所谓的 他的证件进行说明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在记者问到他有关于抗中保台的问题 他是有有备而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要趁这个机会 来展现他对于台湾看卫台湾的一个立场 当然教授今天媒体提问当中很有意思的议题 是有问三位候选人说如果社宅政策跳票 是否能够承诺不竞选连任 结果三位候选人都没有给出答复 这个部分我们又该如何的解读 当然这个是一个媒体记者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去把这个社宅当作你一个竞选的一个承诺 如果你没达到你就不要再寻求连任 但是为什么三个候选人都不愿意正面表达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柯文哲这个社宅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承认是打不到目的了 那他社宅的问题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他特别是台北市寸土寸金 所以你真的要达到目的并不是这么的困难 所以我想没有一个候选人愿意做这样一个承诺 那另外就是台北市现在就算是社宅普社的话 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可以说是愿意留在台北 我们看到这次的议题当中 大家也谈到就是台北的出生率 还有是台北的人口的外移的很严重 那我想社宅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并不是全部 因为除了社宅之外 台北市的他的生活的消费 是比其他县市来的高 另外可能他在其他费用的支出上 也比其他县市高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外流人口会比较多 特别是这几年非常严重 那至于社宅的问题的话 他或许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但是很难解决全部的问题 那当然陈时中很强调就是说 他要透过中央的力量 来共同来协助社宅 那当然借此来表达说 他的执行能力会比较强 因为不可否认台北市的社宅 要建构完成 很大部分还是靠中央的协助 例如说有一些军事用地 是不是可以释放出来 作为社宅的用地 因为这牵涉到国防部 或者其他的部会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台湾的各个部会 五个院几乎都在台北市 所以他可能有比较多的公有地 那这些公有地如果是光是靠台北市政府 可能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还是必须要靠中央来进行协助 所以陈时中也在表达说 他有这样一个条件 可以跟中央来协调 来释出更多的公宅可能要建设的用地 好的确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辩论会当中 不断听到陈时中强调自己跟中央的关系是比较好 那最后还想请问教授 尤其今天在第二轮的交叉结问 陈时中突然不问市政了 他反而是问起了新竹换台北的气宝问题 那这个用意又是什么 对选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就是这个赵双康先生提到就是 是不是用新竹换台北 就用林庚人 我们来放弃林庚人支持高宏安 来换得就是这个蒋康安在台北市能够当选 也就抛弃黄珊三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当然我相信林庚人是非常不满的 黄珊三也不满因为他们两个是被牺牲的 但是我们看到新竹现在选情有点改变 黄珊三那个高宏安可以往下走了 林庚人往上走 那另外台北市来讲的话 当然黄珊三不愿意被成为牺牲者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表达抗议 那我觉得当然陈时中这个时候讲这个东西 某种是一种离间的味道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说是不是牺牲台北市牺牲黄珊三 黄珊三是当事人 蒋康安也是当事人 所以他们会特别的尴尬 所以我觉得这件议题其实他陈时中讲出来之后 我看蒋康安是完全没有回应 没有针对这个议题 有提出任何的回应 黄珊三大概有回应 但是比较间接 也没有很直接 因为我觉得相对于他们来讲 觉得这个问题跟他们自己是有关的 因为我相信黄珊三在讲好的时候 一直强调就是柯文哲的市政成功 然后强调就是他会延续柯文哲的政绩 那认为他不会被柯文哲给气保掉 我想他要强调就是 虽然是萨卡拉都 他还是很强的 他不能够被 也不会被柯文哲抛弃 他还是非常相信柯文哲的 那我想这个黄珊三当然要表达这样一个坚定的一个继续参选 持续参选的一个立场 好我们非常谢谢教授针对今天的交叉结问 还有媒体提问的部分做出了详细的解说 非常谢谢范世平范教授您的解说 谢谢 谢谢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